目前上次最大的問題就是 訓練強度還是不能拉高 就是影響到我下個禮拜本來想要參加的比賽 現在大概剩之前比賽的強度的六成而已 目前上次最大的問題就是 訓練量還是沒辦法拉 訓練強度還是不能拉高 就是影響到我下個禮拜本來想要參加的比賽 然後訓練的週期也是影響到 就是整個行程都會被大浮煙吼 然後現在強度上不去 所以現在大概剩之前比賽的強度的六成而已 所以就是今年比賽就是沒有想說要去 但是還是會想要去幫大家加油這樣 還有在高雄中文集體館下個禮拜的經營杯建立賽 對於被告剛剛有跟我們道歉 跟提出沒有想要調解和解的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怎麼看 我們在開庭之前 其實被告的父母 他就有在庭外跟我們表示說 就是表達有強烈想要調解的意願 那其實我們剛來要開庭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沒有什麼意願想要調解的 不過因為他的父母有這樣子 有這樣子就是用溫情公事嘛 所以我們覺得或許吧 或許可能給被告父母一個機會 或者是說我們本來是要在庭上看被告的態度 是怎麼樣再來決定 那被告因為在開庭的最後面其實有講了一些 他自己內心的想法 那所以我們才決定說 調解看看